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Netflix类之女王热度持续高涨 除了精彩剧情引发讨论 金秀贤的惊人帅貌更是引起韩网热议不断 许多网友都惊呼金秀贤已经36岁了 对比10年前来自星星的你都敏据时期却零差别 以下为几位韩剧男神就照对比 类之女王金秀贤是最强童颜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李洞旭对比鬼怪时期没变 而低谷医生朴炯之和继承者们时相比反而还更帅了 韩剧男神就找对比类之女王金秀贤 金秀贤睽为三年 终于携来新剧类之女王回归幕前 不仅精彩的剧情引起不少好评 金秀贤精彩的演出及绝佳状态更是引发网友热议不断 而今年36岁的金秀贤出道已经17年 回顾早期的作品《拥抱太阳的月亮》来自星星的你时期 金秀贤的容貌却丝毫没有什么变化 致是夺了分难认为 让网友都忍不住惊呼 骗人吧这样是36岁 跟我说他是大学生我也会信 看起来比来自星星的你那时候更年轻了 韩剧男神就找对比低谷医生朴炯之 过去意大利女子都奉顺 花廊等剧收获观众喜爱的朴炯之 近期也以新剧低谷医生活跃于目前 而他不仅于剧中二大十年前曾合作继承者们的朴信慧 两人也再度一同披上学生袍 梦回继承者们 许多观众看到两人再度换上制服 都只夸朴炯之 朴信慧根本动灵 即使年过三十穿起高中生制服也无违和 而和继承者们时相比 朴炯之不仅少了婴儿肥 身材更加鲜瘦 还帅度翻倍烟 韩剧男神就照对比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李东旭 近期以刑剧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引起不少话题的李东旭 也是越活越逆龄的不老男神代表 回顾八年前的鬼怪时期 李东旭脸上根本没有岁月的痕迹 前阵子李东旭未讨 粉丝欢欣 特别染了一头灰发石 还格外有少年感 非常显年轻 谁能想到李东旭今年已经42岁了呢 韩剧男神就照对比李忠硕 李忠硕小时候也和现在一模一样耶 尤其是笑起来的神韵 一看就知道是谁 下面这张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快笑死小编了 李忠硕这个好宝宝笑容也太喜感了吧 韩剧男神就照对比 朴宝剑 朴宝剑之前公开的童年照也很可爱 小宝剑不知道是特别要去表演还是拍照 输了个超正式的旁分由头 衣服好像也是表演服 这张照片莫名有点老派啊 朴宝剑小时候还有点肉肉的 练颊肉嘟嘟 不过朴宝剑的武官一点都没变 长大后就成了大帅哥了 韩剧男神就照对比搜查班长1958李帝勋 近期即将携来新座搜查班长1958回归目前的李帝勋 今年也即将步入四十代 但李帝勋天生有张白嫩娃娃脸 说是二十几岁人想必也有人会相信 近日悬疑神剧Signal信号也终于宣布制作第二季的好消息 回顾八年前拍摄Signal信号时才三十出头的李帝勋 怎么感觉李帝勋现在反而还更年轻了啊 韩剧男神就照对比 池昌旭 过去让池昌旭全粉无数的成名作《黑了治愈者》今年即将迎来凯博十周年 然而时间眨眼就过了十年 池昌旭的外形却丝毫没有随着年岁增长而产生变化 不仅帅度不减 匹哥保持的演艺就很好 而前阵子池昌旭在新剧《欢迎回到三打里的帅样》及精湛演技也收获不少好评 韩剧男神就照对比 孔刘 不仅李东旭和八年前的鬼怪时期零差别 身为鬼怪男主角的孔刘也完全不会变老啊 而今年孔刘终于要携来寄鬼怪后 睽違八年的新爱情剧《一厢情缘》回归小荧幕 想必又能再度掀起追剧热潮 以强大大叔魅力全返无数 韩剧男神就照对比 玄冰 提及韩剧男神怎么能少了玄冰 今年即将迈入42岁的玄冰 是许多人心中的最爱韩剧男神 不仅精湛演技深受好评 帅气的外形更是深受观众喜爱 而会顾玄冰14年前秘密花园里青涩的模样 现在的玄冰退去了志气 夺了几分男人味及成熟气息 就像老九越沉越香 年纪越长的玄冰又更迷人了 韩剧男神就照对比男公民 今年46岁的男公民是著名性看眼 主演的金科长 金牌救援等剧口碑都很高 今年也带来了新剧《千元律师》 收获不少好评 而其实男公民刚出道时 眼镜可说是他的标配 也因为男公民戴眼镜时的斯文形象 看起来与裴勇俊有几分相像 让男公民获得了小裴勇俊的称号 男公民戴眼镜时整个人变得很温文儒雅 很像是知名作家 诗人的感觉和现在相比 看起来超不一样 而男公民也是后来拿掉眼睛演戏 才渐渐走出自己的路 韩剧男神就照对比赤胜 赤胜1999年以电视剧KAIST出道 拥有秘密 被告人等代表作 因细腻精湛的演技与帅气外貌 收获许多喜爱 而赤胜外形也没什么变 年轻时脸上有几分志气 肥肠童颜 赤胜早期在戏剧里就很受瞩目 在all in 真爱堵住同框李炳线时 帅度完全不输李炳线 后来更凭着与李宝英合作 最后的吴晴与我一起 在亚洲各地人气之声 从年轻帅到现在 韩剧男神就照对比曹承佑 今年44岁的曹承佑是音乐剧演员出身 在韩国电影 电视 音乐剧领域都很有名 更是韩国唯一一位拿下影帝 市地 音乐剧最佳男演员奖项的演员 演技深受业界与大众认可 而曹承佑年轻时帅得很有魅力 一双细长的眼睛笑起来很有亲和力 五官比例也很好 属于耐看型的帅哥 曹承佑2000年以电影《纯香传》出道 不仅非常适合古装扮相 曹承佑也因出色演技受到关注 之后曹承佑刚是在合作孙艺珍 赵银成的电影《缘起不灭》里 留下许多经典高帅画面 年轻时的曹承佑真的是个传奇人物 韩剧男神旧照对比金轩虎 海岸村恰恰恰金轩虎先前公开了自己的旧照 照片中小小的金轩虎笑得一脸灿烂 酒窝从小就很明显 不少网友看到这张照片都感叹金轩虎实在太可爱了 标志的魅力酒窝真的从小到大都没变 笑起来一样很有感染力 还有人重点误注意到金轩虎被井里的米刚 韩剧男神旧照对比 黑岛律师文森索宋仲基 在韩国儿童节 宋仲基特地在IG公开了自己的童年旧照 照片中小小一只的宋仲基似乎正在台上领奖 看起来从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呢 除了这张 宋仲基其他旧照也很可爱 像是有梳着可爱妹妹头的造型 还有头发被绑成冲天炮的可爱模样 宋仲基从小就是个小正太啊 太萌了啦 韩剧男神旧照对比金与冰 金与冰也曾晒出自己两岁时的照片 照片中金与冰捧着脸外头一笑 十分可爱 不过这张年纪还太小 另外几组照片特色更鲜明呢 看看这圆圆的眼睛 还有金与冰招牌的嘴型和灿笑 真的太好认了啦 韩剧男神旧照对比朴旭俊 小编最喜欢的一组是朴旭俊的照片 因为朴旭俊每一张童年旧照都笑得好灿烂 从婴儿时期到小学毕业 每招都非常开朗 让人看了忍不住也会嘴角上扬呢 有人曾问过朴旭俊怎么他的小学毕业照笑得如此开怀 朴旭俊说当时帮忙拍照的摄影师是比较年长的人 他拍摄时会特别把眼镜下拉 然后说就笑一下吧 当时朴旭俊是随便一点小事都能笑开怀的年纪 自然就笑出来了 谢谢您多许多一下